歡迎回到做醬橋的超能力 疫情的關係很多時間會待在家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點橫向發展了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 嗨大家好我是丁曉宇 同時也是一位登山旅遊YouTuber喔 你一開始是為什麼會喜歡上健身的呢 這件事情是一輩子的 你如果想要有一個完美的生活 你一定要很健康嗎 那是不是可以多學習認識到 運動怎樣可以調整到對自己最佳的狀態 所以我就有去學了一些健身的方法 然後有去考一些證照 那你平常運動的頻率是怎麼樣 你會運動幾天 最少會運動到一天 長的話可能會每天 我本身是很喜歡運動的人 以前就是在學校打球幹嘛的 都會打可能一個下午啦或是一個晚上 大家真的比較忙的話 我是蠻建議大家 訂出一個你可以運動的時間 習慣之後你可能那一天的下班 你就會記得說 我要去跑步 我要去運動幹嘛了 就會變成是自己的習慣的日常作息 所以你是從以前就這麼瘦嗎 還是你是有靠健身慢慢讓自己瘦下 念書的時候那時候 因為窮學生嘛 為了要省錢啊可能就買那種一條吐司可能才 25塊 好像是 那你可能又想要把它吃個一個禮拜幹嘛 一條可以吃到一個禮拜耶 我忘記了 這樣很神 那我自己有發現那陣子的那個臉比較露 然後身材也比較露 即便我那時候的運動時間也是不少 那我就發現說 原來運動這件事情是不能只能私運動 還要搭配 對 因為那時候我只有吃吐司跟那個澱粉嘛 那陣子我會覺得是比較露 比較胖 其實老實講你自己在比較臃腫的時候是不自覺的 那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工作是讓你有愛漂亮的切記啊 我覺得真的會蠻容易再繼續縱容下去的 你平常是怎麼保持身材的啊 我覺得我自己算是一個蠻自律自自自愛的人 在用餐前就會提醒自己說 吃了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你希望自己可以很美麗 很漂亮很美麗 那你就會在吃的時候多三思一點點 不會可能定在某一天 喝珍珠奶茶啦 吃炸物啦 零食之類的 如果你就是一週就一天做這樣子的快樂日的行為 是不會影響到你的身材的 達到你的滿足 那你就不會覺得說 欸我自己內心的渴望沒有完成 那你可能其他天你都會覺得 喔好辛苦喔 或是好累啊 覺得說欸這幾天都要吃得健康 或是怎麼樣 覺得很痛苦 你好像還有說你有很喜歡去登山 還有拍旅遊的 為什麼那時候會也想說 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以前我好像工作蠻拚命的 一直都在工作的生活 好像自己都沒有機會可以去看不同的美景 我就覺得對這些東西太陌生了 應該要挪出一點時間 讓自己去有不同的演技 在前幾年我就開始有做這個規劃 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第一個就是健康嘛 因為有運動到 用不同的方式運動 再來就是分享其中的美景 讓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受惠 然後去看一下台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會想說把它拍成YouTube的那些影片 因為我覺得人生說長不長 說短也沒有很短 你的記憶真的有限 如果你沒有把它拍下來 你真的很容易忘記 我真的也蠻愛拍的 結果我自己看到太可惜了 我一定要分享出去 最後就把它寫成文章跟拍成影片 自己是健身教練之外 你好像還有斜槓很多不同的身份對不對 瑜伽老師跟全級訓練師 最近考到的證照是導遊證照跟外語領隊的證照 蠻多是運動相關的 為什麼會想考這麼多 健康是一輩子的事 因為你不是一個人受惠而已 你才會影響到周遭的 你愛的家人或是朋友 因為你如果有這些知識啊 家人或是有些朋友 她的觀念有一些不太對的時候 你還可以稍微的跟她聊天 讓她去改變她的生活 你們有什麼話想要跟 就是一直支持你的粉絲說 很害羞欸 不會啦 很感謝大家這十多年來的不離不棄 有這麼多人可以選擇 你們還是一直守候在我這邊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小雨來教我們幾招 可以在家運動的招式 假設我們平常在看電視或追劇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也不要閒著 就一邊來做運動 沙發它比較軟 建議大家在做的時候 就是盡量可以做穩一點點 不要就是彈一邊 或是在幹嘛 或是手不穩 就會稍微有點危險 看看腳可不可以稍微的抬起來 盡量可以hold著 因為這樣可以鍛鍊到你的核心 如果大家是初學者 我建議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一樣鍛鍊 就是唱完一首歌 或是看完一個劇 到廣告的時候都一直hold著這個 欸這就已經會非常有感 休息一下 回到剛剛腳抬起來的姿勢 出去再回來 出去再回來 一下 兩下 三下 好 換中間囉 一 二 三 好 換右邊 一 二 三 看可不可以撐個十秒鐘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可以放下來了 好好好 耶全身性的動作 全身就容易運動爆汗的動作 預備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哈哈哈 我好像会满意外 这五个动作你会发现 马上就会有点冒汗 可以做个十下或是二十下 这样一个循环会蛮有感的 大家来说伸展拉筋的部分 像走路的方式慢慢的往前走 整个人接近地板 下半身都不要动 因为有些人屁股可能会腾空了 胎起来的时候也是慢慢的移步 如果慢慢的胎起来 哈哈哈 眼鬼片 哈哈哈 手可以先放在你的大腿上 一样是慢慢的往前 看你的脸有没有机会 可以去碰到你的小腿 那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右脚跨到左脚的旁边 上半身维持 然后挺直 好一样的话你一只手 伸展完你会觉得身体畅快十多 今天非常谢谢小雨来跟我们聊聊天 带给我们这么多健身的观念 如果喜欢她的话可以订阅她的IG Youtube还有Facebook哦 欢迎大家可以到YouTube频道搜寻 做酱草的超能力 也记得要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网友们还想知道什么职业女孩的故事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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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知道一个很厉害的手潮 是什么 我看她都可以做哦 真的吗 好啊 懒人手潮法 好 教我们教我们 在一家里面 好 她都很静 安静很静 静食 好 是这样的 冰箱 给你